現在寒流一泊這麼一泊 很多民眾想要吃火鍋還是真的東西 不過要比較積極還是吃太多 對中風還是有心臟病 營養素的提醒吃火鍋的時候 一定要遵守更多油的更多鹽的 更多蔬菜才能吃好健康 最近天氣真的很冷 火鍋邊有燒焦比在室內吃火鍋最好 不過小心這段時間吃下來 對五行火鍋一百民眾 已經大大提關中風的風險 國人的習慣進補都是高油高鹽 這個高脂肪 那這個東西吃下來以後 對身體其實是個負擔 對心血管也是個負擔 所以心腦血管疾病 在這個冬天的發病率都特別的高 根據醫師的營養素通過 冬天中風的比例比夏天增加兩下左右 因為火鍋裡面的冬甘孤孫 會讓火鍋中的冬甘孤孫和你兩下過關 所以心火鍋一百民眾應該盡量拼命 火鍋它最主要的東西 是一個食材的選擇還有湯底 那我們這次的選擇 就是你只要把湯底選對了 其實就會鹽分就會減少 就不會這麼油膩了 營養素表示 心火鍋一百民眾不是不能吃火鍋 重點在冬甘孤吃的方式 所以提起品種 吃火鍋的時候 煮食最好 先選海鮮 再選魚類雞肉 家庭應該拼命吃 都是油的肥肉 再搭配大力的高麗和蔬菜 才能吃得更健康 記者總括報道 差不多再過一九月就要過年了 不如家庭主婦開始煩惱 年菜到底要煮什麼 尤其是經常出現雞、魚 到底要怎麼好看 這個才能美味 今天就有總仁府宰 Martha坐著 parents 跟媽媽是要怎麼煮 給別人在家 PRO каким是 做出召售還跟美味的年菜 這年發育嘍 要在選整個節目彈拘捕年菜 對很多家庭主婦來說 是一 certa康笑 像魚啊 雞啊 這種都是必備的 年菜走了 就是桌上一定要有東西 然後就是要花很多時間跟精神去 對呀 去準備 針魚的時候 如果魚沒有完整性的話 在過年上似乎不是那麼的完整 隔期團統 隔有起隔的公開 有成家具象的意義 但是安裝讓隔肉煮起來很好吃 總部才公開閉館 這道鱗鱗 紙米粿 穿一隻粿 因為紙米四百塊 親的鱗鱗和鯉魚 還散開才釣魚 大家趕快趕快趕在紙米上 還放在電鍋找一小時 這肉雞呢 我們在放的時候它肚子好上 為什麼肚子要朝上 因為沒有朝下的話 這樣那個米都往旁邊怎麼跑出來 找好鱗鱗 又是一隻米粥就能夠放到 現在才成本不到300塊 非常地經濟是費 再來這香港市的找魚 把整隻魚去淋 尾堂放入蔥仔 薑 再拿去蒸 再用白鱗鱗水 月過月和魚露裡面煮 因為這個魚 它大概在一斤左右的魚 所以大概蒸6到7分鐘左右就好 因為你蒸過頭 它那個口感就整個變硬邦邦的 燒油跟魚汁染下去 就可以輕鬆做到 這個六條妖怪 在家裡就可以做出經濟 它又好吃的年菜囉 現在綜合報導 我們知道已經拿出四星的 衛星書店楊智良 從衛流到這五個月過地 現在一定有這個五噸魚的標示 看來是很難再頒留意 後來就要在農地存在的政奧 來再找人算 也會進行 進去一個比較小部分的調動 到底有做一些 這個補回收場會來變動呢 如果立委都聽名這個 財經補回收場 另外主要的問題 是因為這個稅座改革不做好 還有XFA簽了 所以我們知道台灣的路要怎麼走 在台電報收發過關 衛星書店楊智良相當清晰 比憲政議長 五噸魚 未流到一月三十一日 楊智良 死亡堅定 五噸魚也知道 也不會調意 七號在南島 公開話動的時候表示 賴國會在龍烈林 前後 重播調政 衛星書店的接替人選 將會當作苦惡 民進黨立委政委 內閣去年表現不及格 應該要大大條件 誰會為他會變動 人家立委都點名 在憲法會收場 最多的問題是收不到 人家要票報 在憲法簽了以後 那台灣這個路要如何去走 都沒有一個那個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有遠見有魄力的 一個經濟的一個長作者 如果是給人民福利的 這樣的一個財政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有問題 然後如果說是給財團優惠的時候 他就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長是很有問題的 民進黨立委 黃淑英說 財政部沒有做好 稀罪改革 對不起人民 國民黨立委羅淑磊表示 一副法在今年時 被這件人看到 財政部會 每一天這件人要做 經濟分析 不知道要將台灣 帶去投資的方向 去年五月 將行政議員會議長 從立委 到立委 新北市選舉 來個政行擔保條件 僅僅會金管會主委 才剛才有人做 說議長有可能 還對於財政部會開土地 明天還不會說不清楚 都很難說 記者總括部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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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